公爵夫妇领养了一个男孩给儿子做伴 可没想到洗澡时却发现是个女儿身 罗妮害怕的瑟瑟发抖 她认为公爵肯定会大发雷霆 然后将她退回 那到时自己就会像朋友一样被院长打死 此时知道真相的公爵夫人有些为难 但还是吩咐侍女先给她好好梳洗一番 当她看到罗妮的那一刻 瞬间被蒙坏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下一秒公爵府的次子安迪就大叫着冲了进你 我都说了我不需要玩伴 话刚说完她就看到了一旁的罗妮 十分疑惑地问母亲为什么要买个娃娃回来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本来想带回来给你当玩伴 没想到是个女孩子 罗妮不断鞠躬道歉 并请求能不能不要打她走 软蒙可爱的模样瞬间俘获了安迪的心 这不就是传说中可可爱的妹妹吗 于是她当场跑向父亲 请求父亲可以留下罗妮 我不介意女孩子 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她 这话瞬间让罗妮产生了一点期待 或许自己真的可以在这里生 然而公爵却严肃地说道 够了既然见到了孩子那就行了 时间很晚了 先回房间吧 冰冷的声音让罗妮伤心不已 没想到自己竟然产生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毕竟是自己欺骗在心 此刻房间只剩下公爵一家三口 公爵夫人请求老公可以将人留下 如果被退回的话肯定会被狠狠教训 一旁的安迪也坚定地负荷 可男人还是十分果断 不管怎么说 不行 两人不赞同地想要劝你 可公爵却补充说道 真是可爱到不行啊 果然还是要有个女 之前好友总是在他面前炫耀 没想到想要给儿子找人呗 竟然正好是个女孩 这也许就是缘分吧 于是他决定让女孩暂时住在这里 不过说做养女的事情还是在考虑考虑 这一决定为日后的感情发展减少了许多鼓励 公爵夫人开心的同时 又觉得十分奇怪 既然没打算赶他走 为什么要用那么可怕的表情让他回去 原来公爵只是看他有点累了 想让他回去休闲 安迪也补充道 父亲刚刚的表情像是要吃人一样 这下公爵慌了 第一印象竟然这么长 另一边得知自己可以留下的罗妮开心到落泪 可听到公爵即将下来的事情害怕不已 毕竟男人刚刚的表情确实十分可疑 就在这时公爵敲门进来 可女孩已经躲在床边瑟瑟发抖 你有休息一会儿吗 罗妮大声回答并猛猛地点头 非常感谢您可以让我留在这里 没能立刻向您行礼十分报警 公爵不知道他究竟遭受什么才会这么害怕 于是轻声安慰 我不是来听你道歉的 是来给你取新名字的 原来这个事情还是公爵夫人提起的 他们曾经在怀老大的时候 就想过一个女孩名字 给他正好合适 你就叫洛妮 洛妮伊夫林 女孩一言不发 这让公爵以为他不喜欢 没想到他却眼角带泪 感谢公爵给自己这么美的名字 甜美的笑容瞬间俘获男人的心 于是公爵当场让侍女 将妹妹住过的房间收拾出来给他 这让侍女气得咬牙切齿 暗骂卑微的孤儿怎么可以住那个房间 突然即将离开的公爵说道 有个事情忘了说了 侍女拖沫着笑了 并为公爵不可能让一个孤儿住那么好的房间 没想到公爵却十分严肃认真的说道 你的小名叫洛妮 要记住 这下两人都傻眼了 女孩走了狗屎运 从孤儿一跃成了公爵次子的玩伴 留在公爵府的第一个晚上 她就做起了噩梦 梦见以前被诬陷 遭受院长毒打的场景 此时恶毒的侍女看她还不起床 顿时生气的暴力唤醒 洛妮被吓了一跳 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一看就是被吓得不轻 然而侍女根本不管 没好气地让她赶快起床洗漱 因为打心底看不起洛妮这个孤儿 明明只是个平民却能飞上之头 水都滴到地板上了 擦完了就赶快换衣服 洛妮看着床上的礼服开心不已 没想到自己能穿这么漂亮的裙子 喂 你愣着做什么 难道要我帮你穿吗 女人突然地怒吼让洛妮吓了一跳 她只能说自己可以搞定 可当侍女离开房间之后 她却陷入了沉思 这个到底要怎么穿吗 突然门外传来安迪的声音 男孩激动地说道 洛妮 哥哥来接你吧 上次给她洗澡的侍女 担心地问身体怎么样了 安迪还不知道这件事 洛妮急忙说没什么 等到只剩两人的时候 她才请求侍女帮自己保密 不过很快就会被所有人发现 很快第一次家庭聚餐开始 公爵夫人十分热情地喊她宝贝 并关心她昨晚睡得好不好 就连安迪也贴心地帮她切好牛排 并告诉她要一大口吃掉才好吃 洛妮努力地张大嘴模仿 塞满整个嘴巴的样子 像极了小仓鼠 将一旁的两人都蒙坏 好好吃啊 真是太好吃了 安迪骄傲得不行 听哥哥的话没错吧 就在这时 安迪注意到洛妮的袖子碰到了牛排 于是急忙帮她挽起了袖子 手腕上的淤青触目惊心 洛妮当场跪了下来 请求他们不要赶自己走 我知道这么丑的伤痕配不上阵 但是请你们能不能不要赶我走 让她没想到的是 公爵一言不发 直接带她坐上了马车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身上的伤是院长打的吗 洛妮瑟瑟瑟发抖不敢回答 公爵认为女孩还是害怕的 于是轻声说道 如果你觉得跟我们生活会别扭的话 我可以找别人来照顾你 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和你一起生 当然前提是你愿意 这些话让洛妮心里暖暖的 可当她一抬头却看到了孤儿院 公爵难道是要将她退回 女孩费尽心机掩盖的伤 还是被发现了 公爵二话不说 直接将人送回孤儿院 马车上的人是公爵之女 可当她看清洛妮的脸之后 顿时破口大骂 你这死丫头竟敢骗我 随后还不断诋毁 说她向来是谎话连天 然而公爵根本不信 笑着对女孩说道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想说什么就大胆说吧 洛妮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鼓起勇气喊道 说谎今是院长才对 明知道我的朋友皮特没有做错什么 还是把他打死 男人支支吾吾的样子 明显是心虚了 公爵当场让人拉了下去 傍晚两人终于回到府邸 公爵夫人和安迪早早的就在外面等候 一看到人就扑上去检查她是否受伤 关心的续寒问问 洛妮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能够遇见这么好的 只是因为她这个人本身 就无条件相信她 这让女孩感动到无意延远 当天晚上公爵夫人还给她梳头 想象不久之后头发长了该有多么可 随后还用圣水帮她擦拭伤服 可当浑身的伤痕露出来的时候 夫人还是一领的心 孩子 为什么你在波尔院会以男生的身份生活呢 妈妈让我这么做的 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 公爵夫人可以理解 或许是害怕她被别人欺负 你现在不用再隐藏自己的身份 可以安全地在这里生活 洛妮对此十分幸福 隔天公爵为洛妮做了身份证明 担保人是她自己 女孩的全名为洛妮 依夫林 克雷 这是公爵家族旁系贵族的姓氏 无论是教育还是未来的各种事 都能帮助到她 女孩很是感激 保证会努力学习任子 只要是公爵吩咐的都愿意去做 那你出去玩吧 女孩猛逼 她一直在明示我 她想跟你一起玩 哪怕不是为了安迪 孩子的工作本来就是玩 所以你快出去工作 很快两人来到了外头的草地 安迪扑通一下就躺下去 还招呼着洛妮坐到旁边 好的少爷 洛洛你为什么总喊我少爷 喊我哥哥不行吗 我怎么敢 我不能对少爷那么无语 安迪虽然有些失落 但还是让他觉得自在点的时候在 不过以后一定要喊我哥哥 洛妮犹犹犹不敢拉钩 安迪见状直接一把抓了过去 随后心满意足地躺在草坪上 没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 洛妮打算趁着他睡着的时候去附近逛逛 这里的湖泊美到令人不可思议 于是他决定像以前一样到树上好好看一眼 可今天的鞋明显不合适 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不受控制地掉下去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帅气的小哥哥突然出现接住了他 男孩究竟是什么身份 女孩从百米树上掉落被帅哥哥接住 对着陌生男孩就犯起了花痴 下一秒却得知他竟是公爵府的大少爷尤斯 今天回来的早 所以到森林去接弟弟 顺便看看父亲在信里提到的女孩是什么样子 说到这尤斯突然对着洛妮笑了一下 这让女孩瞬间羞红了脸 这时安迪突然凑近问他 洛洛你怎么不吃 洛洛两字让尤斯疑惑 哥哥你叫他洛洛就行 这可是父亲亲自取的昵称 被拆穿的公爵有些不好意思 强装镇定地说这个适合他 是挺合适的 那我也喊他洛洛 女孩本想用新名字优雅地打个招 这下算是泡汤了 这时安迪冷不丁给洛妮塞了一点蛋糕 香甜的草莓混合着奶油让他十分醒 一旁的公爵夫妇看着这一幕发出了一母笑 可大少爷却阴森森地盯着他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突然管家禀报有客人到访 是侯爵夫人和侯爵千金 同时也是公爵的妹妹和侄女 语言气势汹汹 明显是来找茬的 原来刚刚恶毒侍女进行了一番添油加醋 说洛妮十分狡猾 不仅女伴男装混进来 甚至诱骗公爵获得贵族姓氏 还占用了她以前的房间 因此索菲亚下定决心要将洛妮赶出去 而她的女儿丽迪亚一来就想和尤斯亲近 恰好这时男孩发现洛妮杯子里的果汁喝完了 于是主动站起来给她续舍 这一举动让丽迪亚气得不行 不滑好意的母女 已经想好怎么把洛妮赶出去 不一会茶话会匆匆结束 班迪不满的发牢骚 说她不喜欢姑姑和丽迪亚 姑姑什么事情都要教育 而丽迪亚总跟在哥哥后头 把我当下人使 不过现在我有洛妮 我跟洛妮玩就行 她开心地拉着洛妮要去房间 这才发现洛妮的手竟伤痕累累 原来这是刚刚爬树滑下来磨的 医生有些奇怪 明明是刚受的伤却有了愈合的现象 你的伤口本来就好得很快吗 是的 就算伤得很重也能很快就好 医生看了看洛妮的手臂 第一次过来时的伤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虽然公爵夫人给她用了盛水 但理论上也不可能好得这么快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也不好说 医生交代了两句就若有所思的离开了 这让洛妮心中有些触动 她第一次对未来有了想法 也想成为了不起的医生 就在这时安迪从门外冒了出来了 邀请洛妮一起去房间玩水 可丽迪亚却突然出现 一副十分亲切的样子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所以我们去过只属于女孩子的时间好吗 洛妮知道面前的女孩是真正的贵族小姐 或许只要跟着她学习 就能知道怎么快速融入这里 于是她当场答应下来 丽迪亚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发出了坏响 她究竟会如何为难洛妮 只因为哥哥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她就遭到侯爵之女的针对 表面上装作十分亲切的样子 实际却让侍女当面嘲讽她没文化 竟然用双手拿茶杯 还弄出那么大的声息 连带着降低了我家小姐的品味 丽迪亚故作生气的制止 实际却讽刺洛妮是个土包子 没曾想全都被喜欢的游四哥哥听子 原来刚刚游四在路上遇到了第一个 听说丽迪亚将洛妮带走的事情 原本觉得两人年龄相仿更合得了 可从前发生的事却让她不免担忧起 一个侍女不小心将水洒到了她的手上 她没有怪罪 反而关心是否被吓到 事后丽迪亚不仅对侍女进行了言语辱骂 甚至还私自动手扶 虽然这次情况不一样 但她还是不放心 决定亲自确认一下 没想到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 以竟敢侮辱公爵斧资助的孩子 侯爵斧的侍女本来就这么嚣张吗 丽迪亚假惺惺的替侍女道歉 可游四根本不吃这一套 直接挡在面前撑腰 这个孩子有权利在这里做任何事 至于那个侍女会由公爵斧来主 丽迪亚明明气到浑身发抖 却还是在游四面前强装微笑 可心里已经想好了下一次的阴谋 离开房间之后 洛妮在心里责怪自己的无知 游四发现后立马开倒 其实你不用这样畏手畏武 这里是我们的家 而他们只不过客人 然而这句话并没有起到作用 反而让天真的女孩更想学好领 不让公爵斧因为自己而丢领 而这也正中了丽迪亚的笑话 她主动提出让洛妮一起上课 洛妮还天真的表达歹气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 本该死去的孤儿院的好友皮特 洛妮激动地上前确认 可男孩却好像根本不认识 洛妮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可一旁的丽迪亚却冷声说道 你不用那样道歉 她就是来替我挨打 洛妮并不理解这个事情 可丽迪亚却说 高贵的贵族是不可能随意被老师打 很快理法课正式开始 从未接触过的洛妮频频出错 这将想要找茬的家庭教师惹目 女人当场拿起戒指就要打 丽迪亚假惺惺地要将一旁的挨打 还借给 可善良的洛妮怎么可能让别人替自己受罚 奸济得逞的丽迪亚没在劝说 一声声响亮的东施声回荡在走 几天后上完建树课的安迪去找洛妮玩耍 可当她打开房门却吓了一跳 洛妮整个人都憔悴得不行 妹妹你怎么 你都快变成骷髅了 是谁干的 我不会放过她 突然的关心让洛妮不受控制地哭了出来 恰好这是尤斯来了 女孩顿时觉得十分羞愧 我这脸就要逃离这里 却在离开前被尤斯像是踢小鸡一样提了起 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孤儿院女孩因为不懂李懿被老师毒打 憔悴的模样令二哥着急 收到关心后还是不受控制地哭了 两个哥哥都围着他询问原因 也知道他一直在隐瞒 一次找了个理由将安迪扔了出去 随后单膝跪地 拿出药膏给妹妹涂上 轻柔的动作 认真的神态 都令洛妮小鹿乱撞 他还想让尤斯帮自己保密 可男孩却只是让他好好休息 便要转身离开除 少爷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我不想一个人待在房间 尤斯还觉得奇怪 明明有专职照顾的侍女 怎么会是一个人 可话还没说完就发现不对劲 这里确实是只有他一个 像个空房间似的 就连壁炉也没开 他联想起早上意外听到 是你在计划些什么 原来是针对洛妮的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让转交母亲 并邀请他去洛妮的房间 侯爵夫人当场决定一同前往 毕竟他主导了一场大戏 怎么可能不去 就在两人路过丽迪亚的房间时 里面传来了叮铃当当的摔打声 原来是他的项链不见了 并还哭着说那是父亲送的十分重要 随后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说他最近都和洛妮在一起上课 顺气自然地将嫌疑引到了洛妮身上 很快一场有预谋的茶话会开始了 侯爵夫人不断夸奖奉承尤斯 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女儿和尤斯结婚 如今整个帝国拥有神力的 只有皇室和公爵夫 神力不仅仅代表着权力 更代表着和皇室媲美的正统性 听说年幼的尤斯已然显现了神力 只要两人结婚 那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他的 然而尤斯并不太愿意搭理这个冒昧的姑姑 于是他就拿洛妮开刀 先是用几句话 让他不意将茶水打翻 弄脏地毯之后 故作惊讶地拿出早已藏好的项链 指责洛妮是偷了项链 这才会那么慌张 竟然有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 公爵夫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做出这种下作的事情 被诬陷的洛妮焦急解释 自己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可女人却咄咄逼人 你竟然还敢狡辩 所以说低贱的人根本无药可见 洛妮想要解释却再也说不出话 她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尤斯 发现男孩的脸色十分难看 是不是也在生她的气 就在这时公爵夫人拍而起 企图制止这场闹剧 动手打孩子这件事已经无法原谅 现在还想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污蔑她呢 女人震惊地同时死不承认 甚至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受害者 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尤斯斥责姑姑作为大人 难道都不觉得羞耻吗 随后立马切换了一副面孔安抚道 洛洛你不要担心 我们会保护你 所以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孩上一秒对别人一副凶相 下一秒就对妹妹笑容满面 这一幕将丽迪亚极度到浑身发抖 你竟然相信那种下贱胚子说的 尤斯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这下侯爵夫人更加不满 现在都证据确凿了 你们竟然只相信她说的话 这分明是在侮辱我们侯爵夫 我绝对不会就这样算了 就在这时公爵推门而入 先越界的人是你才对了 她无视了想要辩解的妹妹 静止朝着洛妮走去 轻轻抓起女孩的手道歉 抱歉落落 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她愤怒地盯着妹妹苏菲亚 听说让她变成这样的人是你 女人有些心虚 却嘴硬地说这都是家庭教师做的 和自己没有关系 但公爵怎么会不知道 只有她受益 家庭教师才敢在公爵夫做出这种事 我作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惩罚你 你还是重新找个教父吧 女人简直不敢相信 哥哥竟然因为那个臭丫头放弃自己 甚至不惜和侯爵夫反目 但很明显她的态度坚决 丽迪亚十分生气地怒吼 她算什么东东 万叔父您竟然要说她当女 放着我不要 要那种卑贱的孤儿 苏菲亚清楚局势不再多说什么 带着女儿骂骂咧咧离开了这 而公爵使了个眼色 就只走了相对年幼的安迪和洛妮 准备来一场大清理 现在把府里所有的庸人给我交付 与此同时洛妮拿着刚刚那条项链 准备亲自还给丽迪亚 毕竟看起来很是珍贵 可两人刚推开大门 丽迪亚就愤怒地冲了上来 朝着洛妮的脸就要重重地打下去 可安迪却义无反顾地倒在了面前 明明脸上火辣辣的疼 却还是笑嘻嘻地耍帅 我刚刚是不是特别苦 谁看了都会觉得我是帅气的哥哥吧 丽迪亚气愤不已 直接大火着说洛妮就是家族最大的麻烦 一向懦弱的女孩猛地倒在面前 眼神坚定地向前逼近 将丽迪亚吓得连连后退 可没想到洛妮只是抓起她的手将项链还给她 多谢小姐 泼小姐的福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会把小姐的话当成训诫 绝不会给这里添麻烦的 公爵从孤儿院带回的女孩遭到欺负 公爵生气地将所有侍女召集起 大家窃窃私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有打人的家庭教师十分心虚 没能来得及跟侯爵夫人离开 就被侍卫拦截下来 站在后面的爱恩满心愧疚 虽然她尽自己所能对洛妮好 却也没能阻止其他侍女刁难洛妮 因此她认为是自己做错了 还有一旁的男孩 因为对发疯的利迪亚进行劝阻 就被打了一顿 扔在这里自生自灭 就在这时公爵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问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召集到这里 见没人回答 她竟只走到了家庭教师面前 自己说做错了什么 女人依旧嘴硬地不肯承认 公爵直接切入主题 因为你随意体罚了马尔斯家族未来的公女 另外两个参与的侍女瞬间脸色沙白 他们怎么会想到一个公女竟然这么受重视 公爵神情阴森 说的话更是令人害怕 我现在剥夺前公爵赐予你的爵位 从今以后滚出我的领地 看众人的反应明显是觉得处罚太重了 虽然公爵也有这种忽略 但是若不采取强硬措施 那么洛洛就很可能会再经历那种事 从现在开始一个个问罪 我已经知道所有事 所以别想在我面前撒谎 与此同时 洛妮看着手中被利迪亚丢下的项链发呆 安迪不想让她在意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 直接将项链扔掉 洛妮这才想起让安迪赶快去看医生 男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你要是喊我哥哥的话 我应该就不会疼了 女孩天真发问 但你要赶紧擦药才能减轻疼痛吗 就在这时 洛妮看到一群人提着行李走出了府邸 其中还包括那个挨打男孩 紧随气候的是侍女艾恩 她高兴地跑过去 问她这是要去哪里 艾恩支支吾吾没有说话 这是一旁的管家上前询问洛妮 是否认识面前的侍女 她是从我刚来这里就一直对我恨好的姐姐 艾恩感动地笑却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 管家随即表示 是公爵和夫人下令让他们离开 洛妮听完瞬间待在原地 下一秒就猛得泪奔大喊 不可以 公爵为了从孤儿院带回的女孩清理门户 看着侍女们各自的公辞气得瑟瑟发抖 两夫妇都有些愧疚 要是在上新点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因此公爵将所有人驱逐出去 并且不给推荐信 这等于是断了他们的履历 很难找到下一份工作 原以为尤思会觉得这样的惩罚太重 没想到却恰恰相反 她甚至觉得还不够 毕竟他们那样对待洛妮简直最无可恕 公爵夫人认为这样就可以了 那孩子很脆弱 过度处罚可能会失得欺负 这件事最好瞒着她 然而就在这事管家焦急的前来汇报 小姐已经知道 正在外面大哭 此时洛妮揪着艾恩的衣裙不让走 公爵夫人一出现 她就急忙上前 请求不要赶艾恩走 夫人见状觉得是刚刚出了差错 可艾恩却不这么想 因为她心里是责怪自己的 明明看到别人欺负小姐 却没能阻止她 善良的洛妮急忙上前 表示艾恩没有做错什么 刚来的时候 只有艾恩会温柔地跟我讲话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留在这里 侍女很是感动 明明只是做了一点小事 却被记在了心上 这一幕令夫人欣慰地笑了 你是她第一个这么想要挽留的人 那你来当她的专属侍女吧 艾恩是一千个一万个愿意 虽然我不配 但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 我肯定会细心照顾小姐 这时洛妮叹到了人群中的男孩 再次难为情地开口 要是回去她会再次变成挨打男孩 这种小事公爵夫人自然是立马应允的 瞬间所有人都议论纷纷 专属侍女都是工作经验很久的高级佣人 艾恩竟然这么好运 于是以黑子发侍女为首 所有人都跪了下来 请求洛妮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尤斯第一个不答应 拿起剑就架在了她的肩上 到此为止吧 你应该感激只是被驱逐出去 男孩命令侍卫将其他人都拖下去 扭头就笑着邀请洛妮一起回去 一旁的艾恩依附磕到了的样子 而可怜的安迪就这样被遗忘在角落 能解决完这些再离开我就放心了 少爷要去哪里吗 假期马上结束了 明天我就回学院了 这样时间才不会太挤 洛妮心中顿时几名大作 而尤斯好似看出来了 于是玩笑道 你不想让我走吗 不然我不走吗 孤儿院收养的女孩终于喊哥哥了 大少爷即将回学院上学 洛妮顿时觉得十分失落 男孩健壮拿出心形糖果 随后突然凑近道 你不想让我走吗 不然我不走吗 洛妮猛的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我怎么能拦着您不让您走呢 尤斯轻轻摸了摸她的头 让她在这里乖乖等着 就在这时安迪哀怨地追了过来 一把抓住洛妮斥责哥哥 洛洛是我的 哥哥你不许抢走 尤斯故作伤心 以前你都是追在我后面说最喜欢我 好好玩吧孩子们 我先走了 洛妮还以为尤斯现在就要回学院 但其实她是想在晚餐前去练会见 安迪顿时双眼放光 而一旁的洛妮也很想去 于是鼓足勇气说想要去服侍少女 比如端茶倒水之类的 可却被尤斯十分坚决地拒绝了 我不需要人服侍 你就作为妹妹在边上看着吧 洛妮十分开心地回应 却习惯性地喊少女 这下腹黑的尤斯反悔 安迪提醒她要叫哥哥才行 随后自己期待得不行 见洛妮半天都憋不出一句 两人故意转身装作要离开 洛妮这才大喊道 哥哥也带我去吧 这一下就戳中了两男孩的心疤 三人就这样开心地前往训练着 很快尤斯就开始了训练 洛妮虽然不懂剑术 却打心底觉得哥哥简直太厉害 这时安迪突然闹了错 大吼着就算哥哥再帅也不能迷上他 洛妮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妹妹 他努力挥舞着手中剑 而洛妮也十分捧场地表示很帅 哥哥们以后都要当骑士吗 骑士是要继承家族 想要成为家主就要得到神物的认可 而公爵家族的神物是阿雷斯之强 剑术只是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要一直坚持训练 游斯说完就去存放手中的剑 而一向乐天派的安迪则黯然神伤 因为他认为哥哥马上就能跟神物产生共鸣 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对哥哥抱有很大的期待 所以资质平庸的安迪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没心没肥 就在这时负责安保的卡兹爵士来 洛妮只是礼貌地行了个礼 瞬间就将这个铁汉子蒙得不行 而男人带来了安迪的新玩伴 那人竟是挨打男孩乐伟 来了来了 三男一女的甜宠场面来 公爵次子有了新玩伴 可他明显不高兴 因为只要有洛妮一个就够了 可当乐文表示自己是来当玩伴 先练习对象的时候 他的态度瞬间不一样 那你就是要先学剑了 这种话你应该先说的 就让我来特别教你 你说谁教谁 被哥哥质疑的安迪大声反驳 当然是我教他 总比哥哥好吧 哥哥只是自己厉害 根本没有教人的本事 游斯面不改色 直接来了个超强脑瓜崩 将弟弟弹飞在地上 两人打得闹闹很是清静 乐文健壮将洛妮带到了一旁坐着 卡兹爵士看着四个可爱的小娃娃 露出了老父亲般的买尼微笑 很快就到了游斯离开的时候 洛妮不舍得抽气 男孩用手帕为妹妹擦去眼泪 并让他在家好好玩 很快就会回来 之后洛妮一个人在房间难过 爱恩端着甜点走了进来 吃点这个心情会好一点 果然小孩的情绪就是这么容易转变 他就这样开心地吃了起来 游斯少爷说您会喜欢这种情侣力 果然心情好多了 眼见爱恩是真的放心多了 洛妮犹豫着问道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爱恩愣了一秒 随机热情地表示对她的喜爱 而且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 就想起了我的妹妹 她是像小姐一样非常乖巧的孩子 但是您不要像她一样 因为老天会过早带走乖宝 洛妮感同身受 顿时就要哭出来 我也有一个很乖很早就离世的朋友 所以我想成为医生 帮助那些乖孩子 爱恩当场被她的善良感动 鼓励她从现在就开始努力学习 然而下一秒却指着门口说出 和公爵一样的 快出去 对于孩子来说出去玩就是最好的学习 此刻公爵看着洛妮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们已经决定领养 但是在那之前 要确定她的亲生父母是否还在世 据那个孤儿院的院长透露 那个人将孩子托付过来的时候 说她是一个很尊贵的孩子 要好好照顾 所以洛妮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 孤儿院收养的女孩终于开始学习了 就在几天前 公爵夫人拜托好友普罗林子菊夫人 教授洛妮之事 并希望她能将课程进度设置得缓慢一些 既不打击孩子的信心 还能给洛妮留出更多时间在户外玩耍 然而洛妮十分认真 学习的情绪也很是高涨 仔细照着老师写的模仿自己的名字 可爱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 就在老师打算教她别人的名字时 洛妮红着脸问 能不能先教尤斯哥哥的名字 老师欣然答应 直接写出了全名 而洛妮则盯着那张只小鹿乱撞 俨然是一副痴心少女的模样 老师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思 不够公爵夫人即将领养她 两人以后怕是有点坎坷 很快迎来了洛妮的第一次出门 侍女告诉她 今天是要去给安迪哥哥买东西 洛妮十分期待这次外出 而爱恩也是如此 但是她开心的是能够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变装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次出门 我有很多装造要给小姐试试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 我们开始吧 过了一会儿公爵三人来到门口等候 恰巧爱恩已经给洛妮准备好了 安迪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 看到女孩的那一刻 几人都惊呆了 真是太太太可爱 洛妮本来就很可怜 今天更更更可怜 洛妮开心地向哥哥道谢 而安迪说起了刚刚从小说中学到的那句话 我的妹妹 我谁都不 大家都被她逗了 公爵抱起了洛妮 四人就这样朝着村庄出发 路上女孩被面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 安迪臭屁地表示以后 还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洛妮也发自真心地应恳 这让公爵十分满意 三人就这样互相交换着眼神 原来今天出门逛街是公爵夫人提议 府里没有一件属于洛妮的东西 一直用的都是他们从前给未来女儿准备 所以侍女们才会觉得洛妮很快就会离开 因此这次是特地出来给洛妮采购了 可女孩实在是太小心翼 所以为了不让她拒绝 就谎称是去给安迪挑选衣服 到时候以搭配为由就能给她买一大堆东西 很好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女孩第一次外出为哥哥挑选衣服 却发现所有人都围着她转 不一会儿就拿了一堆东西过来 这驾驶着实将她吓了一跳 这时公爵出现制止安迪和夫人的行为 说他们这样会将洛妮吓到 可自己却拿出选好的裙子 一本正经地表示洛妮更喜欢这个 女孩整个人都头晕目眩 搞不清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她就这样拿着蝴蝶结发呆 公爵夫人关切的询问是没有喜欢的吗 洛妮只好将心中的疑问说出来 我们不是来给哥哥买东西的吗 感觉这个并不适合她 安迪在一旁听到了 急忙解释两人一直戴在一起 所以只要洛妮带起来好看的东西 她就会喜欢 没想到洛妮却拿出了一个彩色蝴蝶结 说感觉这很适合她 安迪整个人当场裂开 却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 公爵见状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既然安迪已经选到了合适 那也来给洛妮挑一挑 洛妮认为自己已经有很多了 所以想要拒绝 安迪立马沾了上来 我想要和洛妮搭配兄妹妆 这样大家才能演知到洛妮是我妹 这下公爵直接让人将整个店都包散 既然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那就只能这么做 如果你告诉我们喜欢什么 那我们就买喜欢的那边 洛妮属实被这嚎讽的做法吓到 却还是低着头没有任何管事 细心的安迪发现妹妹一直盯着一旁的鞋子看 于是替她说了出来 迎着三人期盼的目光 洛妮也勇敢地滚了起 然而公爵还是偷偷地告诉店员 把和这双鞋搭配的所有衣服都包起 不要让孩子知道 店员暗自庆贺真是发达了 很快洛妮穿上刚买的小皮鞋出 几人往热闹的集市去 这里琳琅满目真是让人喜欢的呼吸 安迪兴奋地拉着洛妮跑 却迎头碰上一辆飞奔的马车 好在只是从一旁路过 两人没有受伤 公爵生气地对安迪下了命令 再乱跑就不回复 然而就在这时 洛妮的蝴蝶结被风吹走了 他急忙追着蝴蝶结 可身后的三人却没有注意到 女孩就这样追到了小巷子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男孩的声音 你是在找他吗 刚出现的金发男孩究竟是谁 女孩以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追赶蝴蝶结 竟遇见了一个金发男孩 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可爱 男孩故意将蝴蝶结举高 而洛妮因此发呆的模样 令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给 拿去吧 见洛妮犹犹豫豫的 男孩故意逗他 你是想再跟我多待一步 所以才不拿走啊 洛妮听完急忙一把夺子 哈哈 我是开玩笑的洛妮小姐 我只是想到了自己的妹妹 很明显男孩认识她 因为洛妮并没有说过自己的妹妹 男孩眼神多闪没有多说 直接指明了回去的方向 随后就消失不见 洛妮虽然疑惑男孩的身份 却还是急忙往回跑 公爵看到他立马就赢了上来 检查是否受伤 夫人也将他一打抱住关心状态 安迪更是直接哭了 怪自己没有保护好他 真真切切的温暖让洛妮十分感动 回去之后 艾恩问他今天第一次出门感觉怎么样 洛妮开心地展示公爵给自己买的小皮鞋 还说了遇见金发男孩的事情 艾恩觉得那没准是金灵 传说中孩子遇到困难 金灵就会出现帮助他们 天真的洛妮当场就相信 毕竟男孩确实长得很像金灵 然而这时他却想起了游斯哥 心想还是游斯哥哥更帅气 就在这时管家爷爷敲门进来 说是家里来了客人 想见洛妮一面 是玛里斯皇太子殿下和他的家人 此时毕安卡公主一货的发问 那孩子难道比我还渴 安迪得意坏了 那是当然了 等你见到了肯定会下一条 公主还是一副完全不相信的样子 然而下一年 看到洛妮的那一刻 他就立刻飞奔上去 围着洛妮叽叽喳喳 天啊 你是娃娃吗 还是天使 就连手也像个小宝宝也 怎么会这样 我曾经也有这么小巧可爱的士气 可实际上他只比洛妮大一 你叫洛洛世子 那你叫我BB就行 洛妮完全是一脸猛 管家爷爷说来的是皇太子一家 那面前的女孩就是真正的功德 真令人不可思议 此刻两个幼稚鬼开始互相争抢洛妮 而这时久久没有出现的皇子 男孩竟是白天在巷子里遇到的那个精明 洛妮小姐 你叫我亨利就行 女孩凭借着极其可爱的外表 俘获了公主和王子的心 只是画了一张卡通头像 就让公主喜欢到不行 连连夸赞画和画画的本人一样可爱 内向的洛妮鼓足勇气 表示公主也十分可爱 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 一旁的老师看着他们的互动很是欣喜 虽然因为公主让课程进度变慢了许多 但洛妮脸上却因此多了很多笑 这时洛妮注意到了公主腿上的娃娃 得到允许后抓在手上摸来摸去 逼真的样子 软呼呼的手感都令人爱不适什么 洛妮没有娃娃吗 让公爵给你买个 她可以给你买一百个 洛妮虽然喜欢 却也不好意思主动表达 于是公主提议由自己去帮忙说 吓得洛妮连连拒拒 这时皇子敲门进来 一副语重心肠的模样 说妹妹又来打扰洛妮上课 但其实她也一样 老是暗自感叹 看来今天的课是彻底上不了了 洛妮有些慌张的起身行李 皇子却笑着让她可以放松一点 一副两人很是熟悉的样子 表面轻松和耳朵 最红到不行 地昂卡瞬间秒躲 后上前见不兮兮的坏笑 很明显自家哥哥是坠入爱河 只有洛妮什么都不懂 还在一旁傻笑 原来亨利早就从安迪的书信中 听说了洛妮 只是没想到竟然比信里写的还要 听说你在上音乐课 是的 我在学音符 要想学好就要多听好听的音乐 也许我能帮到你 洛妮十分的捧场 而彼昂卡也自豪的说哥哥超会腾起 果然下一秒 悠扬的琴声响起 动听到会让心脏跳出来的程度 恋爱脑的洛妮再次想起尤丝哥哥 只是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应 还没回过神来 音乐就已经结束了 皇子十分大方的表示 可以将自己的老师派过来交他 他从以前就开始交黄土 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这不是免费的 你啊 于是当安迪推门进来 就看到了这样一遍 亨利 你怎么能未经我的同意 就随便摸洛妮 洛妮的脸只有我可以摸 两人吵闹的模样 把彼昂卡笑话 随后幼稚的三人开始争抢洛妮 当天晚上 洛妮准备把皇子 要派老师来的事情告诉夫人 却恰好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原来皇室的神力快要见底 他们可能将手伸到皇太子殿下身上 而罪魁破手就是卡斯特伯爵夫人 洛妮心中顿时生起一不一 于是推门问道 刚刚您说的卡斯特伯爵夫人是谁啊 她是个无亲无故的孤儿 可第一次听到卡斯特伯爵夫人 敬觉得十分心痛 于是她好奇地询问卡斯特是谁 却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 她是皇帝的情妇 同时也是皇宫的实际掌权人 为了把自己的儿子送上皇太子之位 无所不用其极的人 公爵夫人不想让洛妮过早 接触不好的事情 于是快速地结束了这场对话 你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哦对了 亨利皇子说要派音乐老师过来教舞 还说那位曾经也教过公主 他有没有说叫什么名字 好像是一开头 然而以此开头的人实在太多了 于是竟意外漏了关键信息 隔天安迪和皇子开始了一场对决 两人以这场比赛的输赢做一个比约 几个回合之后 安迪还是败下阵 乐文贴心地给两人拿来毛巾 而安迪想起这段时间的相助 觉得他还是个十分善良的人 就在这时洛妮和公主来了 几人反应都很是热情 安迪注意到乐文正两眼放光 一副很是开心的样子 难道这家伙喜欢洛妮 绝对不行 妹妹只能是我 于是他快速冲到前面挡住 看到妹妹有些无精打采 便决定表演一下最近的训练成 只见他摆出了起见的架势 随后用力一挥 剑气瞬间将散落的树叶卷起 洛妮见状夸赞他十分厉害 随后赶忙扭头询问公主觉得怎么样 看表情很明显是有被惊艳的 安迪开心地向妹妹飞奔过去 却早早地被风力挡下了 你忘了我们打赌的事了吗 今天摸洛妮脸蛋的权限在我这 原来他们刚刚的比试就是为了这 安迪瞬间有种被打脸的感觉 却还是想要耍赖 洛妮的脸是洛洛的 只有洛洛同意才能摸 你昨天不是说要征求你的同意吗 我不管 刚刚那都无效 洛妮你自己说 你的脸是谁的 面对三人期盼的目光 洛妮究竟会选择谁 因为实在太可爱 三个美少男争夺摸他脸蛋的特权 突然被点到的洛妮紧张到不行 皇子笑着让他不要担心 你要是不愿意 我是绝对不会摸的 安迪自信地觉得洛妮肯定会选他 毕竟他是哥哥 皇子也认为自己会被选上 毕竟一向展示的都是帅气的形象 就连洛文都忍不住小小的期待了一项 这场景像极了古代皇帝选妃 一旁的碧昂卡高兴极了 这种浪漫小说剧情谁不想当场和CP 就在这时公爵出现 因为骑士就要来训练了 所以他们要先回到府邸 这不就是妥妥的救星吗 洛妮拉了拉公爵的裤子 五足勇气说道 请您做我脸蛋的主人吧 公爵可以随时摸我的脸 地旁的两人当场裂开 不知道情况的公爵却笑着抱起了他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玩什么游戏 但是很高兴你们选择我 说完两人就有说有笑的往里面走去 公主安慰哥哥不要灰心 毕竟公爵确实要比他帅气 很好 并没有被安慰到 很快到了分别的日子 几人依依不舍地拉着道别 碧昂卡很是不紧 明明还会再见 为什么要那么伤心 洛妮满怀期待地向公主确认 您的意思是我们还能再见面对吧 当然 公主要是忙的话也可以不见我 跟公主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开心 碧昂卡高兴地将她一把抱住 说两人已经是朋友 一定要经常见面一起 亨利看着这一幕笑了 他有些幼稚的安迪以为他还在觊觎洛洛的 但其实他觊觎的是洛洛这个 于是他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粉色蝴蝶结 放在洛妮的手上 约定下次见面会送一份更好的礼物 随后马车就此开走 洛妮心中顿时有些失落 公爵夫人安慰她不要太难过 很快就会见面 洛妮第一次主动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表达了对公主和皇子的故事 没事的 你想公主了就告诉 我们一起去看她就好 洛妮很庆幸自己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家人 于是起身行李 感谢他们让自己每天都过得这么幸福 三人都被蒙坏了 公爵夫人更是觉得妹妹说得对 洛妮可能是真的拥有 能让所有人都觉得她很可爱的身体 就在这时管家急匆匆地来报 现在门外有个女人 自称是洛妮小姐亲生母亲 公爵打算领养从孤儿院带回的女孩 可这时自称是亲生母亲的女人竟找上门来了 公爵总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而公爵夫人更是十分难过 如果她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那么洛妮就会理解跟着母亲离开 想到这里她的心都要碎了 公爵看出夫人的顾虑 但现在还不确定女人的身份 一切都等到见了面再说 于是公爵吩咐手下 在自己会客的期间 尽快去查清真相 与此同时 公爵夫人来到了房间 打算和洛妮单独谈一谈 将儿子织出去之后 询问洛妮是否还记得亲生母亲的长相 在得知当时太小没有印象之后 夫人还是将她母亲到来的事情说了出来 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洛妮难以接受 不过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她的真假 你除了在孤儿院用的名字之外 还有别的名字呢 女孩完全都不记得了 只知道是母亲将自己送到了孤儿院 此时公爵正在会客厅 女人介绍自己名叫路易莎贝内特 而洛妮原本叫做科尔罗伊 死去丈夫取的名字 因为当时生活实在太困难 所以将她送到了孤儿院 取了一个类似的名字罗妮 原本以为孤儿院是个比较靠谱的地方 没想到院长竟然那么恶毒 后来我去找孩子的时候 听说他被人带走了 您都不知道我有多惊讶 像您这样位高权重的人 竟然会收养我这样卑贱之人所生的孩子 甚至还愿意资助他 真是太感谢您了 女人的神情令人生疑 可公爵考虑到他和洛妮相同的发色 并且知道是哪家孤儿院 认为女人确实有可能是洛妮的生物 但是一听到公爵服要资助孩子 这才跑过来相认 未免也太适应 公爵想过就算她是生物 也没必要将孩子还回去 但是如果洛妮想要和母亲生活 也没有立场阻碍 就在这时公爵夫人带着洛妮进来 女人立刻冲了上去 一把将孩子保住 洛妮顿时被吓得愣在原地 凭空出现的女人自称是公爵养女的亲生母亲 一看到孩子就立马冲上前抱住他 洛妮被吓得待在原地 公爵夫人见状急忙将人一把拉开 你没看到孩子已经被吓到了吗 就算你是亲生母亲也请不要这样随便碰他 此时公爵上前温柔地询问洛妮 对克尔罗伊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印象 然而洛妮根本想不起来 女人哭得难以自持 情真意切地向洛妮表示歉意 对不起 是母亲来得太晚了 洛妮本以为见到母亲会很开心 但是现在的心情 却像是院长站在面前一样令人害怕 公爵将两人暂时安置在了客房 并让受到惊吓的洛妮先回去休息 洛妮满脑子都是即将离开这里的难过 听到消息的安迪也急忙跑来询问 是不是真的要离开这里 如果她真的是你的亲生母亲的话 你就会离开这里回到她的身边吗 洛妮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下一秒安迪就被卡兹爵士抓了起 原来现在还是训练时间 安迪只是偷偷跑出来 安迪不断在背上挣扎 希望洛妮不要离开 这下洛妮更加害怕 一旦离开这里就再也见不到安迪哥哥 公爵夫妇 艾恩和老师 还有尤斯哥哥 想到这里她就忍不住洛妮 艾恩只希望她能够幸福 跟随自己的心意就好 洛妮意识到自己只有即将离开这里的不舍 竟然丝毫没想起母亲 并且只要一想到可能和母亲一起生活 就觉得头晕并且瑟瑟发抖 这时洛妮突然出现 是公爵派来保护她 可洛妮却推辞道 说不定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可洛妮却很是坚决地表示 不管洛妮走到哪里 自己就会跟到哪里 此时的客房内 跟随着女人的侍女 正感叹着公爵府的豪华 路易莎突然一阵坏笑 看来那孩子根本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 连母亲都不记得真是可 那我就努力让孩子接受我这个母亲吧 难道她真的是洛妮的亲生母亲吗 女人凭借着一头粉色的长发 声称自己是公爵养女的亲生母亲 可其实前几天她刚去过孤儿院 用几颗糖果和孩子们拉近了距离 并趁机打探了洛妮以前的事情 再得知她总是一个人偷偷夺情 猜测肯定是为了隐藏自己女孩子的身份 很快第一次正式用餐开始 女人从未见过这么丰盛的餐时 不顾形象地拿起餐具大口吃了起 一副饿死鬼头胎的模样 而安迪则像从前那样 贴心地为妹妹切好了最喜欢的食物 公爵也递来了最新的菜品 就连夫人也准备了最爱的饭后甜品 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露像 赶忙将东西推到她的面前 并解释自己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 所以才会这样 以后一定会加倍补偿她 这些话让公爵夫妇很是难过 感觉随时就要失去洛妮 就在这时管家前来 表示有急事需要禀告 偌大的餐厅只剩下三人 安迪害怕妹妹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于是打算趁着还在身边的时候 都在一起玩手 拉着人就往外面跑 而所谓的母亲还在狼端午夜 一个眼神都没有留给她 与此同时 公爵看到了近期打探的报告 知道女人的身份和她自己阐述的一致 很奇怪的是上面写着她曾去过孤儿院 说是要领养孩 所以很有可能是借着领养的借口 去打探洛妮的消息 因为那时候院长说过 送孩子过去的人表示孩子身份尊贵 而女人却不止一次说自己是卑贱之人 公爵很是自责 不应该这么着急就让他们见面 到头来伤害到的还是洛妮 这也是她猛地想起孩子们 还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急忙下令让骑士将两人拿下 此时假扮侍米的女人 因为没能吃到公爵夫的早餐而生气 不过现在只要把洛妮哄骗出来就行 原来她是之前因为虐待洛妮 而被赶出去的是女的妹妹贝斯 恶毒的两人为了报复制定了一个技术 找到容貌相仿的路伊莎 花了一大笔钱雇佣她一起演戏 她已经想好等大转一笔之后 再将洛妮丢到没人知道的孤儿院 然而这时她却碰上了四处搜查的侍卫 很明显公爵是发现了什么 恰好这时路伊莎出现 还在沾沾自喜的产树早餐有多好吃 贝斯立刻拉着她就往外面跑 公爵得知没能抓到两人的事情 冰沉着脸让他们加大搜索力度 而且一个平民不可能这么熟悉府里的情况 所以公爵府肯定有一个共犯 这话听得两人心惊胆战 于是他们准备将魔爪伸向洛妮 此时两小只正在草坪玩耍 安迪一想到妹妹将要离开就十分难过 可她又不能阻止妹妹和亲生母亲离开 无论何时你都可以回来玩 我等着你 两人就这样抱在一起痛哭流体 这时两个坏女人突然出现 路伊莎姨想要和她单独聊聊为由 强装着微笑向洛妮张开双手 克尔罗伊到母亲这边来 女人为了骗取钱财假冒公爵养女的亲生母亲 被发现之后立刻找到女孩打起了感情牌 安迪虽然不舍 却觉得不能阻止他们母女团聚 于是交代完几句话就转身离开 而女人见洛妮有些犹豫立马用起了苦肉计 我知道我不配做一个母亲 但是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我向你保证会尽最大的努力弥补 洛妮顿时感动不已 哭着朝母亲的怀里扑过去 可当她触碰到女人的那一刻 却感受到了一阵酥麻的痛感 好像被挣扎了一般 而母亲身后也冒出了阵阵黑烟 于是害怕地连连后退 这是远处传来搜查的声音 女人瞬间露出凶狠的模样 就在她即将触碰到洛妮的前一面 洛妮帅气登场挡在面前 刚离开的安迪也折返回来查看情报 很快女人就被骑士逮捕 而公爵也心疼地将洛妮抱在怀里轻声安慰 你只是做了一场噩梦 好好睡一觉一切都会好起来 此时两个女人还在互相攀咬推卸责任 洛妮终于不受控制地哭了出来 当天晚上她就发起了高烧 公爵夫妇立马叫来了家庭医生 公爵夫人更是心疼到洛妮 洛妮看着面前的一幕觉得很湿温暖 安迪哥哥肯定也在担心自己 还有尤斯哥哥 他就这么想着想着随后就睡了过去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竟发现外出学习的尤斯哥哥就出现在面前 女孩震惊地坐了起来 原来尤斯从公爵夫人的信中得知洛妮的遭遇 于是连忙赶了回来 他拿来一旁的舟说道 你现在应该没什么力气 我来喂你吧 洛妮十分不好意思 急忙表示已经恢复了 可以自己示范 虽然母亲是假的 但是遇到这么多好人让她觉得很是幸免 很快洛妮就恢复了健康 几人又像从前一样快乐玩爽 练完剑的尤斯也来加入他们 这次由她来找人 安迪拉着乐文一下就没了踪你 洛妮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时想起了乐文刚刚躲在沙发下面 于是快速往里钻 没想到去被挂住 尤斯一扭头就发现了洛妮 立马上前帮她拿掉 可爱的模样令尤斯笑了出来 这下洛妮被羞的眼泪都出来 道歉 你真是太可爱 听到尤斯哥哥的夸奖让洛妮心动不已 于是他十分认真的说道 尤斯哥哥 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 只求女孩对着哥哥大声表白 哥哥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喜爱 这时已经藏好的两人 听到洛洛的大声呼喊急忙跑出来 可因为游戏规则却被抓了个正着 单纯的安迪只顾着和哥哥辩驳刚刚的情形 而细心的艾文发现地上失落的女孩 急忙伸手将她扶起 顺着女孩的目光 她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女孩喜欢尤斯的事情 虽然她的心里也很是难过 但只要能看着洛妮获得幸福 那么她就很满活了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很快就过去 尤斯终究还是要回到学院继续学习 洛妮整个人都闷闷不乐了 就连平常最爱的小蛋糕都没有心思吃了 公爵夫人以为她的身体还没恢复 十分担心地让她回去休息 洛妮一听赶忙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我没事 蛋糕很好吃 公爵夫妇还是再次为了这次的事情道歉 很抱歉让你遭遇这种事情 我们想和你成为真正的家人 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依赖我 所以你要不要做我们的女孩 洛妮内心很是纠结 她知道公爵一家都是很好的人 遇到他们是三生有幸 和他们在一起可以永远地幸福下去 但是仔细思考之后她还是回绝了 对不起 我还是想再等等女亲 虽然我想不起来她的样子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把我送到孤儿院 但是我想再见见她 把这些事情都问清楚 公爵夫妇表示十分理解 并将洛妮抱在怀里 你不用感到抱歉 等你解开心结的那一天 再告诉我们吧 洛妮就这样感受着夫人温暖的怀抱 几天后公爵夫人提一办一场茶会 毕竟洛妮现在还没有什么同龄朋友 但洛妮生怕在遇到像利迪亚小姐那样 让安迪哥哥替自己挡枪 于是变得十分犹豫 夫人宽慰她举办茶会 可以邀请想要邀请的人 比如碧碧公主 洛妮又小小的期待了一下 没准能遇到像公主那样温柔的朋友 于是她下定决心一样 表示自己想去参加茶会 很快时间来到了茶会当天 洛妮被好好打扮了一番 又可爱出了一个新天地 怀着紧张又激动的心情 今天的她能否顺利交到朋友 很多小伙伴们问可爱的洛妮上打开 认准这个打开之后完整输入 洛妮看寒曼 点击即可免费 公爵夫人为收养的女孩举办了一场茶会会 却不曾想尽让女孩陷入一场风暴之中 今天是茶会会的当天 这里被布置得十分精美 洛妮简直不敢相信会如此隆重 于是她真心地向夫人表达了感谢 这时乐文突然出现 今天的她也经过了精心的打扮 看起来比平常还要帅气几分 原本夫人想挑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陪伴 但是公爵却认为乐文会更好一点 不仅和洛妮相熟还参加过不少社交活动 好在乐文的出现 也确实让洛妮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 突然侍女送来了一封信 原来毕昂卡公主昨天发起了高烧 虽然十分期待这次见面 却还是没办法起身 所以今天来不了 夫人很是担心 但是茶话会已经开始 现在取消根本不可能 而洛妮确实也产生了退缩的意思 可是她不想浪费夫人的一天心意 于是主动表示自己没问题 而且还有乐文在所以不用担心 夫人觉得欣慰的同时也告诉她 如果有感觉不自在的地方可以先行离开 就这样茶话会开始了 来人是伯爵府的阿格尼斯 还有自爵府的西维亚 三人相互介绍之后 夫人打个招呼便离开了这里 而三人刚坐下来 阿格尼斯就开始表示自己的羡慕 听说是公爵府在资助你 就连你的礼服也好漂亮 然而西维亚却突然说起了他们喝的茶 没想到还是巴兰山上最上等的茶叶 但很明显洛妮对此一窍不通 这引来了西维亚的不满 明明是个陌落的贵族 竟然能享受这么好的资源 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时他注意到了一旁的乐文 故意难为地问道 他是公爵府安排来伺候你吗 是因为长得帅 你才选的他吗 洛妮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解释 毕竟乐文并不是自己的玩伴 西维亚见状不怀好意地笑了 难道是有什么我们不能知道的关系 然而话还没说完 乐文便开口为不道 很抱歉打扰你们说话 但是小姐是我选的 孤儿院女孩第一次举办贵族小姐的茶话会 就遭到了不怀好意的子爵小姐欺负 爱文霸气挺身而出 说自己已经决定将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他 随后对着慌张的洛妮 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 没能如愿的西维亚气得牙痒痒 为什么这么优秀的男孩子会是洛妮的玩伴 而自己的侍童却这么差劲 说吧 你值多少钱 我可以比他给的更多 乐文看他就像看傻瓜一样 洛妮也急忙解释乐文不是那种人 然而西维亚却明显不愿罢休 就在这时公爵府的罗兰娜小姐到了 她是帝国仅有的三大公爵之一的 亚历沙家族的独生女 即便小小年纪却也尽显贵起 甚至传言她会成为社交圈的女 公爵夫人是不得已才邀请她 真不知道对洛妮来说是福还什么 此刻洛妮将手中的泡芙递给了罗莱娜 好在没有被拒绝 这让她多了一点信心 或者两人可以成为朋友也说不定 这下一旁的西维亚更加生气 凭什么她能够邀请到尊贵的罗莱娜小姐 就在这时阿格尼斯突然问道 我母亲听罗丹侯爵说 公爵大人是处于那种目的才把你带回来 可具体是什么她却没说 所以到底是什么呀 洛妮知道自己孤儿的身份已经被隐藏 所以不好直接说出真相 可一旁不怀好意的西维亚却开始揭查 一直暗示公爵有恋同体 这才将洛妮带回来 洛妮可以从西维亚的身上 感受到一种十分不好的气息 和当时那个假冒的母亲一模一样 洛妮你也不知道吗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毕竟都已经亲近到可以为她开这种茶会 洛妮虽然没能知道她们是在揣测什么 但是可以确定是在侮辱公爵大人 她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鼓起勇气十分坚定地反驳道 别说了西维亚 公爵大人不是那种人 然而这时一直沉默的宫女罗莱娜却突然笑道 挺有趣的呀 为什么不让她说 如果茶会上没有这样的话题 那该有多无聊啊 懦弱的女孩勇敢挺身为公爵证明 称她是个好人 不许自觉小姐说她坏话 然而一旁的宫女罗莱娜却表示这才有趣 示意她继续说 西维亚开心极了 认为这是和公爵之女攀上关系的绝佳机会 还能趁机除掉骄傲自大的洛妮 我听说公爵大人本身就很喜欢小孩 这才用资助的借口将人带回 我还听说那些孩子都失踪了 洛妮生气了的大声反驳 公爵大人绝对不是那种人 西维亚则趁机装作一副无辜的模样 想要博取好感 没想到罗莱娜却直接反驳 传闻应该有误吧 公爵大人绝对不会做那种事 况且罗丹侯爵夫人也不会随便传出那种谣言 原来罗莱娜知道 公爵拒绝给罗丹侯爵夫人放款的事情 没想到竟然会因此受到诽谤 基于这种情况 西维亚和阿格尼斯 你们是不是该给洛妮道个歉呢 伯爵小姐立马真心向洛妮表达了歉意 而西维亚则气愤不已 直到被公女再次提醒 这才不情不愿地走了个过场 洛妮终于喜笑颜开 如果你们亲眼见到公爵大人 肯定也会喜欢她的 虽然一开始是有点可怕 可实际上却是个很温柔的人 阿格尼斯顿时开心不已 希望能去洛妮家里文 还能见到尤斯少女 如果你邀请我们的话 我也会邀请你们的 三人其乐融融地在一起拉钩约定 洛妮开心极了 感觉罗莱娜和公主很像 都是很好人 单纯的她没有记恨西维亚 主动邀请她加入 而为了讨好宫女罗莱娜 即便心里再不高兴 她也笑着答应 没想到罗莱娜却用一样的眼神将她吓了 她打心底觉得这一切都怪洛妮 和面上却还是笑着加入了她 然而当她的手放在最上面的瞬间 洛妮顿时感受到一阵刺头 场面突然变得十分尴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公爵从孤儿院领养的女孩竟有着皇室血统 第一次茶话会终于圆满结束 洛妮开心地告诉艾恩自己交了三个朋友 宫女罗莱娜的方面都很优秀 阿格尼斯好奇心比较强 而西维亚 洛妮突然停顿 觉得她浑身透露着奇怪的气息 可女孩没有多想 只觉得是她心情不好才会这样 为了不让艾恩担心 她并没有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说说 然而就在她打算去睡觉的时候 竟突然感受到一阵疼痛晕死过去 随后就再次发起了高烧 所有人都紧张地陪在她的身边 而安迪更是担心地大哭 我不能没有洛禄 你只好洛禄 那我就什么都答应 家庭医生被这一幕逗笑 开始和小孩开起了玩笑 什么都答应吗 那可以让洛禄小姐成为我的妹妹 跟我走吗 见安迪真的被吓到 医生立刻解释自己是开玩笑的 小姐并无大碍 就是可能还不太适合参加查话 公爵夫人有些自责 是自己太过心急了 之前冒牌母亲的事情发生也病了一场 不过总觉得洛妮的身体有点微弱 公爵夫人突然想起 自己像她这么大的时候 因为神力也曾这样 而且家庭医生说洛妮的恢复利益于常人 难道洛妮也拥有神力 那么这就意味着洛妮是皇室血毒 隔天洛妮就已经完全恢复 两小只开心地在草坪上玩手 这时公爵夫人突然出现 说是要大家一起喝个下午茶 庆祝洛妮恢复健康 随后就将安迪之作 公爵夫人决定确认一下 洛妮是否真的拥有神力 孩子我有话问你 你有没有感受到过陌生的气息 公爵夫人怀疑领养的孩子是皇室的公主 想要确认她是否拥有神力 于是询问是否有在特殊情况感受过陌生气息 洛妮确实有过那样的经历 生怕自己是有什么问题 让公爵夫妇操心 不是那样的 只是我在担心你还有哪里不舒服 洛妮一听便放心将自己的异样说了出来 之前见到假冒的母亲和西维亚就是那样 即便他们是笑着 即便对自己表现得很好 还是有种奇怪的感觉 甚至会十分恶心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但是仅仅凭借这个 并不能确定是有神力的表现 说不定只是比普通的孩子更加敏感吧 想要准确地知道 那就要将神力释放进她的体内 但如果是不同类型神力就会互相碰撞 让人陷入危险 所以夫人并不愿意这么做 或许可以想想其他更为安全的办法 隔天是从拿来了公爵大人交代的东西 不过看表情好像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 这时洛妮突然出现 公爵大人跟做贼似的将东西藏了起来 并笑着和孩子打招呼 我最近公务繁忙都没有时间见 洛妮立即笑盈盈地行礼 公爵大人您进来是否安康 公爵顿时难过不已 洛洛正是和自己生的吗 而安迪也大笑起来 因为家里没人这么问问 洛妮顿时羞得蓝脸通红 这是他跟公主学的理念 没想到闹出这么多无论 安迪手把手地教他在家里怎么正确地问安 瞬间把公爵可爱到不行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在得知是要去见公主和皇子之后 公爵便笑着让他们玩得开心 突然他想到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 将安迪一把抓住 你没忘记那时的那个事件吧 他们说的是上次洛妮被皇子吻手里的事情 两父子当即下定决心 这次绝对不能再发生这种事 女孩第一次进宫 竟意外知道拥有神力的事情 就在刚刚洛妮和安迪抵达皇宫花园 公主准备了饼干 为没能参加茶会的事情道歉 洛妮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发自内心地说着没关系 而吃货安迪看着美味的饼干就要上手 却被碧昂卡当场制止 两个欢喜冤家 你争我吵不退让 亨利皇子问起茶会怎么样 有没有交到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洛妮说起这个就滔滔不绝 交到了三个新朋友 有罗莱娜和阿格尼斯 却被碧昂卡没想到连宫女罗莱娜都穷 毕竟到公爵府参加茶会会 甚至会上升到政治层面 亨利注意到洛妮笑容满面的 比以前开朗多了 洛妮你尝尝这个饼干超级好吃 就在洛妮即将拿到饼干的时候 安迪猛地一口抢走 因为上次的事件 所以他决定绝不给亨利接近洛妮的机会 这时公主问起今天要玩什么游戏 洛妮纠结了一会儿 微笑着表示想玩过家家 亨利立刻见缝插针 洛妮当妈妈 我来当爸爸 安迪也不甘示弱 抢着要当爸爸 两人互相争斗不肯退让 洛妮见状急忙喊停 我有一个好主意 而她说的竟是让艾文来当爸爸 两人依旧针对谁当哥哥争得不可开交 只有艾文在心里默默暗说 大家这是干什么呢 你们不都知道家人之间是不能结婚的吗 从小没有家人朋友的洛妮并不清楚这件事 原来除了皇室同夫一女的兄妹可以结婚之外 其他有家人关系的都是不被允许 传闻在神力普遍的年代 贵族人家会领养有神力的想法 让他们和家族里的人结婚 以此获得神力 后来为了阻止这种行为定下了明确的法 洛妮伤心极了 这意味着和公爵成了家人 就不能和尤斯哥哥结婚了 不过怎么知道有没有神力呢 碧昂卡嘲笑安迪的无知 随后自然牵起洛妮的手进行演示 像这样将神力释放到体内就知道 如果没有神力就不会有任何感觉 然而下一秒手上就传来酥酥麻麻的电流 碧昂卡一整个惊呆了 随后不可思议地问道 洛妮你是有神力吗 女孩拥有神力的事情被发现了 公主急忙将这件事告诉公爵夫人 而夫人其实也早有猜测 如今公主意外将纯粹的神力注入洛妮体内 两人之间还产生了共鸣 那就意味着洛妮很可能拥有同样的皇室神力 公爵希望女孩先不要告诉别人 至于后面的原因她就没能听进去 只觉得十分开心 竟然和尤斯哥哥一样拥有特殊的神力 好像离她更近了 因此答应不会说出去之后 就笑着离开了房间 几天后洛妮收到了阿格尼斯的邀请函 一边期盼这次的聚会 一边想着要带什么礼 突然周遭刮起了一阵风吹走了她手上的信件 洛妮急急忙忙地去追 却来到了一个阴森可怕的洞区 即便这样她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这里根本不像是一个地下室 反而有些庄严肃木 突然面前出现一把利剑 从里面传来了一股超强的气息 好像在召唤姿态一样 洛妮正要伸手去抓 身后却传来了尤斯哥哥的声音 洛洛你来这里做什么 洛妮实话实话是进来找邀请函的 随后忍不住朝着那把剑弹 尤斯看出了她的好奇主动介绍起 这是家族的神物阿雷斯之枪 看着好像是剑 但只要将神力注入就会变成枪的名字 尤斯虽然想要展示一下 可现在的她还做不到 因为想要继承这把神物 就要将原主人印记上的精神力彻底清楚采取 等清空之后再将自己的神力烙印上去 然后同化到神物之中 完成这一步才能真正成为神物的主 不过现在的我还差很多 见尤斯哥哥好像有些沮丧 洛妮急忙坚定地表态 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到 所以不要太勉强自己 此刻的尤斯已经决定 为了保护洛妮 一定要骨骷自己作为下任家主的地位 时间很快就到了聚会当天 公爵夫妇亲自将洛妮送到外面 不论是传言中可怕的公爵对她轻声细语 还是这个送行的豪华队伍 就连真正的公女都没有这个待遇 这引起了西维亚的嫉妒 可她却在看不见的地方发出了坏响 就在马车行驶到半路的时候 西维亚突然表示想要去方便一下 随后就独自一人跑进了小树林 艾文总觉得十分奇怪 正打算下车去检查一下周遭 下一秒一只利剑就朝着洛妮飞了过去 成千上万的利剑朝着马车射了过去 瞬间将所有门窗射穿 年幼的洛妮被吓得瑟瑟发抖 而洛妮则冷静提议离开马车 这时草堆里走出几个标形大喊 士兵们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他们身上 而草丛里还有一个人 偷偷对着马屁股射出了一只锦 顿时马儿吃痛地跳了一下 马车瞬间失去了平衡 眼看车厢就要压在洛妮身上 艾文眼机手快地将人救了下 自己却昏了过去 这时正在抵抗马匪的乐文突然大喊 小姐您不要担心任何事 害怕 洛妮这才稍微回过神来 或许自己离开这里 才是对大家最好的帮助 然而还没等他采取行动 一个男人就从身后抓住了他 乐文拼尽全力解救 就算面对凶狠的土匪也毫不退让 然而下一秒就遭到土匪头子的重创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洛妮被带走 姗姗来迟的西维亚看着现场的伤亡 顿时觉得自己闯了大火 她本以为罗丹侯爵小姐只是教训一下洛妮 没想到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此刻公爵夫妇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轻力轻微地坐着洛妮的用款小娃娃 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做好了 但他们仍旧觉得 这个紫色水晶和洛妮的眼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公爵花了天价拍下了一颗紫色钻石 现在就等着送过来换上 夫人已经开始想象 洛妮拿到玩偶开心的连蹦带跳的可爱模样 然而这时侍卫匆匆来报 洛妮小姐被敌人绑架 公爵立刻下令一队人马前往萨巴森林搜寻 但因为那是提尔内伯爵的领地 所以就算是公爵也不能随便插手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承诺会欠一个人情 侍卫的表情十分震惊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含金量的保证 有恩必报的马尔斯家族 能说出欠人情这种话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公爵得知有部分的马匪被活捉正关在地牢 顿时神情阴冷地说道 给我带路 我要亲自审论 此时皇子和公主正巧来到了公爵府 本想给洛妮一个惊喜 却不曾想听到这么一个坏消息 身为皇子的亨利不能随意插手贵族间的事情 但这是关洛妮的安危 他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决定偷偷混进搜索队 与此同时被绑架的洛妮缓醒了过来 看到面前的蒙面人急忙闭上眼睛 准备寻找合适的时机给公爵留下线索 这时马车突然颠簸 蒙面人衣服上的纹样露了出来 洛妮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罗丹侯爵府的象征 所以幕后黑手是莉迪亚小姐 女孩遭遇一场有预谋的绑架 而幕后黑手竟是公爵妹妹的女 可怜巴巴的模样 引起了绑架犯的愧疚和恐惧 毕竟他们身为骑士也有自己的荣誉 何况女孩还是马尔斯家族资助的孩子 被发现怕是小命不保 这时洛妮带着哭腔的问道 我能去方便一下吗 好在几人只是口头警告一下 就没有再盯着他 现在的情况不可能跑得掉 于是他东张希望寻找可以写字的东西 准备留下一点线索 虽然他很怕疼 但是能够回到家人身边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他将自己的嘴唇内侧咬过 并把袜子脱下来 在上面写上了几个英文字母 希望公爵能凭借这个找到自己 独自在马车的洛妮伤心极了 不知道受伤的乐文怎么样了 还有那些骑士叔叔 他真的好想大家 不然马车停了下来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哎呀 这副样子也太适合你 来人果然是莉迪亚 恶毒女孩不由分说的就给了洛妮一个巴掌 力度只狠将骑士都吓了一条 那时没能打你的耳光 现在加倍赏给你 如今没有安迪可以帮你抵挡 也没有尤斯哥哥让你撒娇 该怎么办呢 莉迪亚笑得十分癫狂 一点都不像一个小孩该有的模样 明明从一开始无端受委屈的就是洛妮 可莉迪亚却恶人先告状 你就别期待舅舅会来找你 因为你永远都不会见到他 洛妮心下一惊 难道您是要杀了我吗 我可不是那么坏的人 我只是要把你送回该呆的地方吧 莉迪亚笑得十分阴森 顿时让洛妮想起那段黑暗的日子 究竟谁能来救救他 与此同时 公爵已经带着人马抵达森林 勒文因为没能保护好洛妮而十分愧疚 完全没去想自己也还是个孩子 何况他又受伤了 公爵大人 对于这次的事 我能说说我的想法吗 你想到了什么 提内尔伯爵领地是非法经营的滋生地 贩卖奴隶是很常见的事情 而最大的港口恩波克 更是买卖人口的温床 所以那个地方很令人在意 公爵认为这个情报非常值得相信 于是立刻派人前往 恰好这是安迪找到了洛妮留下的线索 上面的字分明是在暗指罗丹侯爵府 难道怒厚黑手就是他 于是公爵让人去侯爵府确认 并将年幼的安迪先送回府 随后就火急火燎地带着人马前往港口 此刻的洛妮被关了起来 摸索了一番 发现一旁竟是卫生间 既然这样为了除卫 肯定会有通风口 在被发现前一定要快点离开这 可当他爬上窗口的时候 房奴竟被一把撞他 为了不再被抓回去 他毫不犹豫地跳进去 向着茂密的林子冲起 女孩遭遇绑架 即将被当作奴隶贩卖 于是他找准时机就冲进林子里 可没过一会儿迎面 却撞上一个人 女孩以为自己又要被抓走 可没想到那人的声音 却温柔地像个天使 孩子 你是迷路了吗 你叫什么名字 洛妮并不认识面前的人 但直觉告诉他不是坏人 于是回答道 我叫洛妮 您能帮帮我吗 面前的人一下就认出了 女孩拥有真实之夜 那是只有皇室子孙才能使用 就算是现任皇帝 都没有这么强大的事 还没等他确认女孩的身份 绑架女孩的骑士 就又追了上来 洛妮瞬间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 快速朝着一旁躲进去 而银发女人则向着反方向 给绑匪指 可当他支走男人之后 却发现草丛里早已没了人影 不过很快他们就会再次见面 此时得到皇子帮助的公爵 已经来到恩国克港口进行搜寻 他坚信洛妮一定还在这里 毕竟绑匪会趁着凌晨警卫松懈的时候行动 于是当场下令 就算是普通民宅也不能放过 另一边跑了一天的洛妮就快找到一户人家 可下一秒却再次被抓了回去 你再逃一次试试 到那时我可真的不会放过你 男人阴沉沉的模样 令孩子们都吓得抽气起 洛妮也强行捂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就在这时外面有人进来说道 出大事 有敌人突袭 看样子像是贵族士兵 洛妮觉得一定是公爵来救自己 于是趁着两人说话的间隙冲了出去 并迅速将门锁住 一刻都不敢耽搁地向外冲 因为他知道这次没成功 可能真的就逃不掉 可他没想到不远处还有一扇门 而且根本怎么都推不开 身后不断传来绑匪的吃笑声 洛妮只能调转方向寻找其他出口 他真的害怕极了 难道自己再也回不去 下一秒他就猛地撞上一个男人 本能地害怕到抱头痛哭 求求你不要过来 求求你 然而下一秒那熟悉的声音传来 洛洛冷静一点 没事了没事了 原来是公爵大人 这事尤斯哥哥也急切地朝着他飞奔而来 你没事真好 要是没有找到你 我会后悔一辈子 洛妮立刻扑进哥哥怀里 生怕这一切都是梦 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他就这样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行人回到公爵府 洛妮也从梦中醒了 一下就扑到夫人怀中痛哭起 大家都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喜悦之中 而公爵府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所有人都在争夺和洛妮待在一起的群星 刘斯少爷却直接向洛妮发出邀请 就这样一行人一起向着幸福的未来情景 孤儿院女孩竟是皇室血脉 得知这件事的洛妮没有丝毫欣喜 反而选择继续现在的生活 对她来说这里才是真正的假 很快几人长大了 尽管洛妮知道自己拥有神力 可生活还是一如既往 这也是她平凡而又渺小的心愿 善良的洛妮为了政绩平民当起了志愿者 但随着帝国发动领土扩张战争 受伤的人数也在日益增长 于是马尔斯家族建立了一座别馆 专门用于伤员的治疗 而洛妮也偷偷使用神力救治一些痛苦的 这几年的经历让她更加感恩公爵一家 这份恩情永远都还不清 所以她想将幸福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就在这时艾恩拿来了一封信 洛妮激动得不行 猜测是去了战场的尤斯哥哥的回信 可没想到竟然是皇室发来的邀请汉 原来碧昂卡公主和亨利殿下的生日就要到了 洛妮十分感慨 因为战争的缘故大家很久都没见过面 可只有艾恩知道 这是公爵不让他和亨利皇子见面采取的措施 就在这时外头响起一阵敲门声 有客人到访 说是来找当年丢失的海 这些年有数不清的人前来相认 可经过神力探测却都是假 因此洛妮虽然难过却也能很快恢复 不知不觉中公爵夫人的脸上也冒出了皱纹 可在她眼里洛妮依旧是那个还没长大的小女 然而平静的生活即将被打破 今天是皇室宴会的当天 洛妮和哥哥以及夫人一起出席 许久不见的小姐妹开心地拉在一起许久 而亨利皇子也急忙出来刷存在 看着那一脸的害羞们一样 就知道她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喜欢洛妮 还在磕CP的比昂卡贝突然出现的安迪下一听 瞬间就像一只闸毛的猫一样 两人还是如同儿时一般打的闹 洛妮也不禁磕起了两年 但还是忍不住想得要是尤斯哥哥也在就好 一想起尤斯哥哥 洛妮的心就忍不住哭通乱跳 可这么多年还是不明白究竟是重什么心情 眼间被几人发现 洛妮害羞地急忙逃离现场 却不小心撞倒了一个人 神力竟然毫无征兆地显现 为了不暴露自己拥有神力的事情 洛妮急忙低下头道歉 因此她也没能看到面前的女人 却不知女人盯着她的背影自言自语着 这个女孩和我认识的洛妮很像 那个孩子难道是她 小孤儿和皇帝的情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卡斯特夫人在宴会上碰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令人打探后惊奇地发现 那孩子最开始到公爵府时叫做洛妮 然而她却不愿相信那就是自己的洛妮 毕竟多年前亲自确认过孩子已经死了 很快公爵夫人就知道有人调查的事情 并且那是卡斯特伯爵夫人的侍女 夫人有些疑惑为什么卡斯特夫人会调查洛妮 可下一秒却有了猜测 曾经卡斯特还未婚的时候 就消失了一年之久 不少人猜测是躲起来偷偷生孩子 不管真相是什么 夫人都无法坐视不理 于是决定先一步采取措施 很快时间来到了洛妮的生日宴会 几乎所有的贵族都到场 听说是要宣布将洛妮正式迁入公爵家的户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希望大家可以玩得愉快 大部分人只一眼就被洛妮吸引 不仅可爱还那般洛洛大方 不过还是有少部分的人眼神中带着敌意 拥有神力的洛妮可以清晰地感受 不过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在这种时刻越发想念游四哥哥 就在她一个人发呆的时候 安迪默默走了过来 一脸担忧地问她有没有被两家少爷纠缠 毕竟自家妹妹这般漂亮 别人怎么会无动于衷 所以但凡有人骚扰你就告诉哥哥 安迪越说越激动 顿时引起一阵不小的骚乱 洛妮不想被别人这样围观 于是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散心 可却再次遭受一些不好的言论 最后甚至恶意揣测她和公爵大人的关系 公爵又不在 要不我们去搭个话了 说不定她和我们很聊的懒 说着几个猥琐男人就拦住了她的去 还出烟调戏 可下一秒安迪却突然出现 嘴真碎啊 看来马尔斯家族在你们眼里很可笑啊 男人被当场抓包虽然慌张 却仍旧觉得这只是一点小事 不必拿出来追究 安迪却不这么想 竟敢羞辱自己最爱的妹妹 就当她要发作的时候 洛妮竟将她拉住 哥哥我们没必要和这种 不尊重贵族名声的人打交道 几个男人反应过来顿时羞红了脸 纷纷要安迪主持公道 可安迪却对妹妹的反应十分满意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好听的男声 看来你们的日子是过得太安逸了 尤斯对着三人就是好一顿教训 然后出现的是公爵大人 英智狠辣的目光一下就将几人吓得屁滚尿流 你们这几个家族的人 以后休想再踏入马尔斯家族的领地 让警卫将人拉出去之后 洛妮开心地扑到公爵怀里 眼泪汪汪地抒发着心中的想念 接着是尤斯哥哥 只是对视一眼心脏却好像漏了半拍 完全冷静不下了 这时尤斯哥哥像小时候那样将他举高高 担忧地说他像羽毛一样轻 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 洛妮瞬间满脸通红 害羞地不敢抬头 被冷落的安迪冒出来寻求存在感 一家人再次恢复往日的热闹 女孩小时候遭侯爵小姐绑架 差点被卖到其他国家当奴隶 公爵大人查明之后 反手就将侯爵家族搞破产 使得堂堂侯爵小姐成了庶出公主的侍女 只能说不做死就不会死 然而丽迪亚即便受到羞辱仍要呆在这里 是为了伺机报复洛妮 因为公主也喜欢公爵家的大少爷尤斯 可尤斯每次从战场回来 都会第一时间去见洛妮 这使得公主十分不满 那种家伙到底有什么好人 真是太可恶了 虽然在公主看来洛妮普通道不行 不可能会成为情敌 但始终觉得十分爱意 于是恶毒的他给丽迪亚下发任务 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除掉洛妮 而这正好中了丽迪亚的下落 很快卡斯特伯爵夫人就确认了洛妮的身份 虽然她不知道本该死去的女儿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 但现如今也是件好事 恰当的时机可以不留情面的利用 只要说是私生子就可以更好地拿捏 然后凭借着伯爵小姐的身份进行联姻 就可以给儿子哈尔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这是她知道女儿还活着的那一刻 唯一的出现的念头 此时洛妮正和安迪哥哥一起来到训练场 几人之间的氛围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亲密 而魅控安迪则拿着妹妹的小王偶准备堆训 父子三人的意见难得一见地统一 两两一组就这样开始堆起了训 公爵大人带着安迪 而洛妮则跟着尤斯哥哥 就在洛妮自己一个人响入飞飞的时候 突然被尤斯哥哥扔的雪球哭了一脸 瞬间有些气恼地哭了上去 却反被抓住了手 瞬间害羞地满脸通红 虽然她知道自己对尤斯哥哥的感情不一样 可至今还是没能明白那是什么心情 直到哥哥被公爵大人叫走 她就这样盯着背影愣愣地出声 几天后公爵夫人将发现的事情告诉丈夫 通过调查之前照顾卡斯特的侍女 和她与伯爵大人之间的书信 可以确信洛妮就是卡斯特的女 而洛妮身上拥有神力 所以公爵合理怀疑 她就是被废的前皇太子的血母 毕竟当时两人也曾有过亲历举动 公爵夫妇有办法让洛妮和卡斯特彻底隔离开 可万一洛妮想要和亲生母亲享云呢 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 公爵夫妇一直都将洛妮当成自己的孩子 虽然舍不得 可他们更尊重洛妮的想法 只希望女孩可以尊重自己的内心 幸福地生活下去 女孩终于明白对哥哥的感情 竟是名为初恋的喜欢 就在刚刚公爵再次寻求洛妮的意见 希望她能好好考虑 加入公爵府户籍的事情 只要你愿意 我们随时都欢迎 因为我们早已把你当作家人 心情复杂的洛妮自己一个人出来散心 虽然她也很喜欢公爵府的所有人 想要和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但是她有所顾虑 觉得加入户籍会让马尔斯公爵府的名声受损 从小到大都在公爵府的庇护之下 她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在这时尤斯哥哥骑着马追了上尔 原来是看她大半夜的不在府邸 怕出事这才特地出来寻找 我睡不着所以出来散散步 你这样很可能被坏人抓走 如果我不过来你要怎么办 洛妮撇撇嘴表示不认同 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 既然出来了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就送你回去 说着尤斯就伸出手 邀请她一起骑马 见洛妮同意之后 尤斯将人一把抱了上去 还为了安全将手拉到自己身上 这下看来真的不能愉快地散步 一路上洛妮都害羞不已 就这样老老实实地缩在哥哥怀里 直到马匹停了下来 才发现这里的景色简直美到不行 尤斯看到她逐渐舒展开的神情开心的笑 十分温柔地问道 我家洛洛有什么心愿吗 我听说出血覆盖的田野里许愿 就一定能够实现 洛妮好似还没反应过来 尤斯便开口道 那就由我先来许愿吧 我希望洛洛可以无忧无虑地和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这一刻洛妮终于知道 从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尤斯哥哥 就产生的那种不同的情绪 原来就是传闻中的初恋 一时间她不知道如何面对哥哥 只能羞涩地提议回去 而尤斯看她的反应也有所猜测 另一边卡斯特伯爵夫人正在思考 公爵府会不会收养洛妮的事情 她觉得公爵一家将没有血缘关系的洛妮 当作家人对待简直不可思议 于是她有了一个猜想 那就是公爵知道洛妮拥有神力的事情 只有这样一切才能说得通 毕竟拥有神力的女孩 将会成为扩充哈尔势力的一张很有力的牌 动了歪脑筋的她打算亲自确认一下 立刻去公爵府把洛妮小姐带过来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对她说 女孩自从认清对哥哥的心意之后 一直处于亢奋的情绪之中 做什么都没办法集中精神 就在这时艾恩急急忙忙前来通报 有事从受她亲生父母的委托前来接人 洛妮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这些年经历过不少乌龙 然而这次好像不一样 因为在那之前公爵夫人有话要说 这次来找你的 是和你的亲生母亲有关的人 夫人将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洛妮 想听听她是怎么考虑的 女孩停顿了一会之后郑重地说道 如果我不想去的话 是不是可以当成不知道 公爵夫人明白这么做是行不通的 可就算是这样 只要洛妮不同意 他们也会豁出所有去阻拦事情的发展 不过洛妮还是有些害怕 万一身上拥有皇室神力的事情被发现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说不定还会变得更加糟糕 不过现在皇室的人还没出现 估计是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在这时管家匆匆来报 公爵大人传话 让洛妮小姐去见见卡斯特伯爵府派来的 两人就这样一起下了楼 男人自称是卡斯特伯爵府的管家帕特森 奉命前来迎接洛妮小姐 小姐很可能是伯爵夫人丢失已久的女 所以希望您能和我们去确认一下 洛妮仅仅思考了几秒钟 便斩钉截体地拒绝 无论是卡斯特伯爵夫人还是你 我都不认识 所以我不会随便跟着你离开 男人立刻搬出了神殿 说这个邀请得到了神殿正式许可 然而洛妮还是坚持拒绝 就算是神殿也没有权力强迫 这时尤斯也突然出现 态度坚决地说道 请你们离开 他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管家想起夫人之前说过 如果遭到洛妮的强烈拒绝就不要强迫 于是表达歉意并行李之后 就转身离开了这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外面却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声音 不好 皇室那边来人了 据说是有人举报小姐冒充贵族 下一秒一支士兵队伍就闯了进来 失礼了 公主殿下有令 让我们来把罪人带走 女孩遭到反派公主的举报 眼见就要被侍卫以冒充贵族的罪名带 公爵大人怒了 势必要护住洛妮 不管是什么罪名 这孩子的身份就是贵族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强行带走 说完他就将侍卫通通赶了出去 洛妮这才想起小时候为了让他入籍公爵府 给他找了一个将要消失的家族姓氏 所以这个问题始终是个隐患 看着大家都为此忙碌担心的样子 他的心中十分愧疚 暗自下定了决心 另一边身处神殿的艾文得知了消息 一整天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他希望神女大人到时候可以出面帮忙 可神女知道洛妮其实是皇族 以后必定会经历波折 而担心不已的艾文还是决定去见一见小姐 当天夜里洛妮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公爵府 为了不再给大家带来麻烦 他能做的也只有这样 洛妮终于蹬不住了 其实他并不想走 一想到这些年和大家如家人般的相处 就无法迈开步子 可除了离开之外却无能为力 我这样很可笑的 明明打算离开却磨磨蹭蹭 洛妮立刻宽慰洛妮 其实我不希望小姐离开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而且小姐不是喜欢游四少爷吗 洛妮不好意思的想要否认 可洛妮从小就十分清楚 没事的 就像我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 小姐喜欢谁是小姐的自由 所以您还是回复底吧 这件事不是您的错 公爵府的人都是真心疼爱小姐 所以不要离开这里 就算是为了他们 洛妮还是被这一番真诚的话打动 决定直面这次危机 很快审判大会开始 就连皇帝陛下都亲自到场见证 述出公主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说着就让人带来克雷家族的少女 就连身份牌和印章都很是齐全 如今只要通过神殿神力进行探查就可 然而公主却让洛妮和这个所谓的少爷感应 假如两人的血统不同将会有生命威胁 这时公爵终于开口 在这之前要先验证那位少年的身份吗 说不定她才是在冒充贵族 男人很明显心虚了 就在众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神女大人竟然来了 而随她而来的还有洛妮 我听说有人要审判我所以就管 公主一脸的不屑 对着洛妮好一通嘲讽 没想到洛妮竟直接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贵族 两反派得意极了 然而下一名 洛妮却说出了让所有人震惊的话 其实我是皇族 女孩被举报冒充贵族 反手就自曝皇族身份 皇族的公主慌了 急忙攀咬洛妮是在侮辱皇室 然而皇帝却一脸玩味的警告她 如果说谎就连马尔斯家族都会受到牵连 洛妮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这件事也只有她自己才能解决 说着皇帝就让大神女上前验证 只见大神女带着圣物走了过来 触碰洛妮的额头将灵力注入进去 瞬间洛妮的瞳孔变成了透亮的蓝色 在场的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 其中包括皇帝和公爵夫妇 因为此刻洛妮显示出来的神力 是史无前例的强大 皇帝顿时发出坏笑 已经想好怎么利用她 所以她没有对血缘进行更深一步的测试 而是将洛妮认成自己流落在外的人 走近一看你还真是很像我 正好你和四皇子年龄相仿 应该会成为很好的玩伴 等你正式受封为公主的时候 再赐予你新的名字 洛妮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离开公爵 但是要想解决目前的困境 也只有这个办法 我有话对陛下说 是马尔斯夫人察觉到了我拥有神力的事情 如果没有他们 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所以我希望这件事 不要牵扯到任何一个马尔斯家族的人 这话一出 本想借机惩治公爵府的皇帝也无话可说 没眼力见的公主还想让洛妮被治罪 没想到反被皇帝以散布谣言为由迅使 害怕被治罪的公主 急忙将事情推到利迪亚的身上 是他愤恨洛妮小姐 听说从前还唆使他人绑架过洛妮公主 那个人就是他 皇帝当场杀鸡警侯命令士兵将人关进监狱 利迪亚不断朝着洛妮求救 请求他可以放自己一女 然而想起小时候发生的一桩壮一剑戒 洛妮并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怜悟 直接转身离开了这 回到公爵府之后 所有人都担心地过来安慰他 洛妮装得十分坚强的样子 可尤斯却看穿了他的伪装 只要你不愿意 公爵府会豁出一切帮你 没事的尤斯哥 能够在公爵府长大已经很幸福 谢谢公爵府对我的养育之恩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大家了 那我先走了 大家一定要保重 洛妮急忙离开房间 只要自己走了 公爵府的人就能安全了 然而下一秒他就被尤斯哥哥从后面抱住 洛妮你要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你永远都是马尔斯家族的人 我们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洛妮终于蹬不住了 转身抱住了尤斯哥哥 贪恋着最后的温暴 毕竟皇帝忌惮公爵府 是不可能轻易让他们见面的 直到皇帝派来的官员不断催促 洛妮这才笑着和众人告诉 刚刚回到皇宫的洛妮 就被皇帝介绍给了卡斯特伯爵夫人 怎么样 我的女儿是不是很漂亮 没想到母女俩的一次见面 竟然是用这种方式 伯爵夫人本来想告诉皇帝事情 可洛妮却先一步打乱 表示自己身体不是想要先走 很明显是不想和他相认 卡斯特仅仅难过了一秒钟 竟做出了一个十分离谱的决定 那就是让女儿洛妮和儿子哈尔结婚 以此来扩充哈尔的势力 女孩恢复公主身份回到皇宫 这让哥哥十分难过 责怪自己还是没能保护好妹妹 如果拥有权利的话 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就在这时他听见呼喊哥哥的声音 还以为是洛妮回来了 可打开门一看却是空空如也 这一点都不像他平常的作风 只能拿着洛妮的玩偶赌物四人 而此时的皇宫内 碧昂卡正尴尬地对着洛妮喊姑姑 从小一起的玩伴突然转换身份 让两人都急不适应 于是洛妮提议私下的时候可以随意 碧昂卡哭着将他一把抱住 为刚刚说的那些口不对心的话道歉 两人坐下来之后 洛妮急忙向碧昂卡打听公爵夫人的身体状况 她让我转告你 她在公爵府一切安好 反倒担心你有没有好好吃饭 你什么都不要想 只要想着如何在这里过得开心就好 我和哥哥会好好照顾你的 洛妮听了这话才稍稍释怀 虽然来了陌生的皇宫 但至少还有珍贵的人在身边 就在这时碧昂卡拿出了一个粉色布包 说是尤斯让他转交 洛妮一脸疑惑地打开 发现里面竟是一个十分精美的发夹 虽然当时尤斯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很是想念你 洛妮的脸瞬间红透 碧昂卡见状你是磕了 当天晚上洛妮就做了梦 梦里他带着那个发夹 而尤斯哥哥也出现在身边 将他一把拥入怀中 不断诉说着思念 我好想你落了 洛妮猛地睁开双眼 自嘲究竟是有多想尤斯哥哥才会做种梦 然而下一秒房间里竟凭空出现一个人 等那人摘下斗光 洛妮这才看清面前的人 竟然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尤斯哥 原来洛妮你还醒着 我来看你 听着尤斯哥哥的安慰 洛妮瞬间绷不住了 两人就这样抱在一起 我好想你啊 尤斯哥哥 洛妮下意识地将心里话说了出 这让尤斯吃惊不已 然而房间里的动静 还是引起了守卫的注意 尤斯知道自己该离开了 蹲下身和洛妮贴贴 我们洛妮又要独自一人了 但你一定要好好的 按时吃饭睡觉知道吗 两人就这样结束了这次短暂的见面 隔天洛妮就来到了皇室附属的神殿 从上次之后就没见过洛妮 听说他调到了这里 就在这时法皇带着洛妮出现了 据洛妮了解 法皇和大神女的地位相等 但是却拥有很高的俗世权利 因此在皇宫内的地位不输大神 简单的寒暄几句之后 洛妮就和洛妮来到了外面的庭院 而调到这里的这些日子 洛妮打探到了十分有趣的情报 现在的皇室对外主张 自己和创立了帝国的克罗伊德 是同一个家族 拥有同样的血统 但是有传言说 创立了帝国的初代大帝 其实是马尔斯家族的初代家族 他的名字叫做德罗纳马尔斯 失散多年的母亲 竟让他嫁给亲弟 就在刚刚洛妮意外得知 马尔斯家族的祖先和皇室一样 拥有名正言顺继承皇位的正统性 正常来说这种话题是不允许被提起的 但是勒文却说这是意外 听到他人讨论 很明显在吉利隐藏着什么 不过洛妮没有强行问出一个结果 而是放任勒文离开 如果事实真的像他所说 那么意味着现在帝国的主人 应该是马尔斯家族的人 所以皇室才会这么忌惮马尔斯家族 再进一步设想 若是马尔斯家族的创始人 真的是一位女性 并且成功登上皇位 那么意味着公主也是有继承权的 当天回去之后 洛妮就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人 那就是从小照顾她的爱恩 是公爵大人下足了公斧才让她进来 重新成了洛妮的贴身侍女 爱恩像往常一样为她梳妆 这让洛妮怀念起 从前在公爵府的日子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很久 而爱恩也给她带来了一个 十分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皇室在给她挑选专属骑士 为此在宫外还要举办建树大赛 据说在大赛上获胜的人 就会成为专属骑士 洛妮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游斯哥哥 可这样的想法只停留了一秒 因为她知道成为禁卫君就不能结婚 毕竟拥有家人的禁卫君 就等于有了软肋 无法保证他们的忠诚 就在这世门外传来卡斯特夫人求见的消息 洛妮不想让这件事被更多人知道 于是将爱恩现一步支走 没想到伯爵夫人却将她一把抱住 说着今天是她的生日 随后还从口袋掏出一个精美的项链 作为礼物 不过却被洛妮坚定地拒绝了 你是我亲生母亲的这件事 是不能被公开的 而且我记得已经明确拒绝过你了 女人没想到洛妮竟然这般决绝 看来还要再努力一些才行 果然她开始打起了感情牌 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我的孩子 而且我不是故意抛下你的 我把整个村子都找遍了 以为你已经死了 还有你不是皇帝的孩子 而是被废掉的前皇太子的孩子 所以不能大张旗鼓地寻找 现在的皇帝自私自利 如果你没了利用价值就会被抛弃 所以你想要站稳脚跟 就要依靠你的弟弟哈 若你只觉得一阵恶寒 很明显意思是让他嫁给素未莫面的弟弟 本以为母亲会心存愧疚 没想到竟是这样 对您来说我究竟算什么 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吧 如果我当初去了伯爵府 那一刻就会成为私生子 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夫人从头到尾只是想利用我 说着若你依旧毅然决然地将女人请了出去 几天后就来到了建树大会 今天是为她选出护卫骑士的日子 而她也从爱恩口中得知一个重磅消息 那就是尤斯哥哥为了成为她的骑士 要参加这场比赛 为了每天见到妹妹 她竟主动报名护卫骑士选拔 一旦选上就再也不能继承爵位取妻生子 并且这个赛场是绝对的无情 就算丢掉性命也只能说明自己实力不行 洛妮不断在心里祈祷 哥哥一定要平安无事 很快比赛正式开始 没过多久尤斯就成功杀入决赛 皇帝对此很是不满 而喜欢她的爱玲公主更加不不高兴 直接提议让尤斯和皇室联姻 洛妮知道一旦皇帝采纳 就连尤斯哥哥都无法轻易拒绝 因此他提出向参赛骑士发出联姻的不合理性 怎料皇帝却反过来问他 难道你希望马尔斯家的长子做你的骑士吗 瞬间现场冷了下来 好在洛妮集中生智 表示中途改变规则会影响皇室生育 而且要是马尔斯家族的人成为骑士 不也意味着他会效忠于皇室吗 皇帝顿时觉得很有道理 说不定还能借机打压马尔斯家族的气势 果不其然尤斯成功拿下比赛 皇帝明知成为禁卫军就无法继承爵位 却挖苦说马尔斯家族的未来一片光明 然而尤斯并没有理会 而是在洛妮面前单膝下跪 马尔斯家族的尤斯想向公主殿下宣誓 您愿意接受我的效忠誓言吗 他就这样在洛妮的手背上吻了下去 希望我的请求不会给公主带来太大的压力 听到这句话洛妮终于释怀地笑 有尤斯哥哥在身边 好像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回去之后尤斯再次表明来这里的目的 我是自愿来保护你的 而且父亲也希望我这么做 所以你不用担心任何事 两人短暂忘却其他 仅仅相拥感受此刻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 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另一边公爵收到收复国森伯格异动的消息 然而现在是出征格朗奇斯的关键时刻 就怕会有意外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曾经的敌国费尔坦出身的路易斯伯爵 向皇帝请求将爱玲公主嫁给他 正常来说皇帝没有道理拒绝 曾经路易斯亲手将费尔坦主君的头颅砍下 让帝国轻易收复费尔坦 可公爵却根本看不上这个人 同时他有预感费尔坦有很大的可能会复辟 通过种种线索来看 勒文就是费尔坦大公下落不明的儿子 两人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只希望洛妮不要被卷进这些麻烦的是非之中 另一边心情不错的洛妮 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客人 大神女也发现了端倪 向洛妮询问关于勒文的事情 可虽然洛妮从小就和勒文一起长大 实际上对他却不大了解 就在这时大神女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 那就是勒文还有一个隐藏身份 皇室很快就会卷入腥风血雨之中 皇室刚刚认回的公主竟在宴会上遭到刺杀 今天是他第一次以公主身份出现 却只能和公爵府的家人远远相望 好在身边还有尤斯哥哥这才显得不那么孤单 然而因为他的身份 在场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向他搭讪 使得尤斯哥哥只能亲自去取饮料 而通过这场新年宴会 让洛妮看清皇帝是偏向四皇子的 竟然找借口不让皇太子和璧璧公主参加 正当他无聊的四处张望的时候 一名假扮成是你的刺客冲了出来 好在尤斯及时赶到 现在顿时乱成一团 尤斯以压倒性的实力将人制服 并问出了女人的真实身份 是被收复的敌国森伯哥的气势 将人压下去之后 尤斯第一时间去查看洛妮的状况 虽然没有受伤 但很明显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他实在是太害怕 虽然做好了准备 还是无法接受这里的残忍 这件事让公爵府乱了方寸 而尤斯也发现 仅仅是在他身边保护还远远不够 要将洛妮带立皇帝身边 于是一向忠诚的他竟提出将皇帝逼退位 毕竟现在的皇帝只顾自己利益 根本不管帝国百姓 而公爵竟也认真考虑起来 削弱皇权 壮大自己的实力才是应当的 不久后我将按照皇室的命令 带兵前往费尔坦镇压叛乱 严寒和地形都对他十分不利 但公爵已然想好对策 如今不能相信皇帝了 洛妮要由我们来守 几天后 洛妮收到了公爵出征途中受伤失踪的消息 最后见到公爵是在发生过斗争的伊丽丝侠谷 可能是寻找食物和水的时候遭了埋伏 并且那里是悬崖 估计已经遭遇不测 洛妮痛苦地跌坐在地 这让尤斯十分不好受 下令让所有人出去之后 告诉洛妮 父亲还活着的事情 具体情况不好在这里说 不过在那之前要带你见一个人 洛妮以为是去见公爵大人 没想到尤斯却问他对勒文了解多少 我们现在去教堂 不仅是父亲的行踪 还有你的好朋友勒文的事 为了保护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 一向忠诚的公爵竟密谋压迫皇权 就在刚刚洛妮跟着尤斯来到教堂 见到了消失许久的勒文 两人简单寒暄几句 洛妮就问起了带自己来这里的原因 而尤斯也如实告知 这次公爵失踪的事情是提前策划好的 原来公爵看不惯独断专行的皇帝 想要制衡皇室的权利 只要马尔斯家族不在 周边的那些国家才会有所行动 可没想到的是皇帝也试图除掉公爵 因此遭遇袭击之后 公爵就顺势躲了起来 听到公爵受伤的消息 洛妮心急如焚 为了不让他过分担心 尤斯并没有将实际的伤势告知 而是称公爵现在就躲在秘密基地十分安全 两人亲密的模样深深刺痛了勒文 可他还是选择将喜欢藏在心里 这样的话公爵大人要躲到什么时候 最多就是几个月 等到帝国的统治力衰落 占领国开始叛乱 皇室就会需要马尔斯家族的帮助 那勒文怎么会在这里 和这次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公爵阁下给了我一个建议 问我想不想夺回菲尔坦 洛妮这才恍然大悟 勒文竟是菲尔坦大公家下落不明的儿子 公爵阁下希望我能成为菲尔坦的大公 率领叛军前去帮助他 事情发生的前几天公爵就找过他 一开始勒文并没有复国的打算 只想好好守护在洛妮身边 因为洛妮是他新的目标 也是活下来的领域 可公爵却告诉他自杀了的亲姐姐还活着 并且现在就被囚禁在叛徒路易斯的府邸 剩下的日子都会活在阴影之下 何况成为菲尔坦大公拥有权力 才会更好的守护洛妮 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又怎么会拒绝 希望您能原谅我不能一直待在身边 两人就这样握着手相互鼓励着祝福着 很快皇帝就收到了菲尔坦叛乱的消息 很明显没了马尔斯家族之后 已经没人能阻拦占领国的反叛 没了办法的皇帝气急败坏 却在想到洛妮之后露出了十分阴险的笑容 第二季悄悄完结了 边境动乱 苟皇帝无人可用 于是洛妮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上来就让他将尤斯谢顾 因为禁卫军不能违背誓言 并且由皇帝下令也会受人诟病 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洛妮亲自解 让尤斯回去继承马尔斯家族 然后带兵前往战场压制收复国菲尔坦 洛妮简直不敢相信 皇帝明明知道公爵大人陷入危机 却不采取任何行动 现在还想让尤斯哥哥重蹈覆辙 于是他直接拒绝了这个题 可没想到皇帝却瞬间便领 难道你想让马尔斯家族被灭门吗 苟皇帝不仅嘴上威胁 就连手上也不断使劲 那一刻洛妮的神力不自觉地发动 竟看到了皇帝下令让人伪装成费而坦除掉公爵 并制造虚假文书诬陷马尔斯家族与敌国串通 果然皇帝立马用这个事情来要挟 不过尤斯如果去战场上立功就能将功补过 我也会原谅他父亲的过失 洛妮知道现在硬碰硬是没用的 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笑着和他虚伪 当天晚上洛妮就乔装打扮找上了尤斯 并将这件事原模原样地告诉他 虽然我得到了他的承诺 但终究要将您送到战场 我很害怕您会受伤 尤斯立马握住了他的手安慰道 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的 不过以后不要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如果被皇帝察觉倒该怎么办 你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将自己放在手位 毕竟你是我最重要的 如此动人的话令洛妮心中小鹿乱撞 而尤斯又何尝不是 于是他做出了承诺 就算我卸掉敬畏军的职位 但只要你有需要 我都会立刻我 在那之前一定要平安无事好吗 虽然彼此没有捅破窗户纸 但这何谈了有什么区别 两人就这样贴近彼此 感受着此刻难得的温暖 很快到了尤斯出征宴会的这天 未曾正式见面的四皇子出现了 按照血缘关系两人是同母异父的姐弟 但按照父亲那位却是他叔父的孩子 所以四皇子称呼他为姐姐令人不挤 而当得知是皇帝让哈尔当他这场宴会的舞伴时 心中还是忍不住吃惊 他们究竟是想做什么 并且前往宴会厅的路上 哈尔也说了奇怪的话 姐姐 只有我成为皇帝 母亲才会高兴 仅此而已 一起登场之后 哈尔就离开了这里 许久未见的公爵夫人借机和他交谈 两人客气疏离的感觉令洛妮难过 然而下一秒夫人却悄悄靠近 在她的耳边说道 所以和我们说我们永远站在你这边 心意相通的家人不需要过多的言语 分谍的时刻悄然来临 尤斯作为马尔斯的家族首领 发誓会效忠皇室 随后看向洛妮深情地说道 同时誓死保护帝国 不让公主殿下受到任何伤害 谁也无法预料结果会是什么样 而战争的号角也就此吹响